环保署环瓶专案小组审查六清扩建计划 台湾化学纤维公司合成分场 所提出改善空气品质的变更内容对照表案 台化委托的顾问公司报告 表示推动除槽排气改善与热煤油锅乳改烧天然气 可减少空污排放 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减量 所以这部分我们评估起来是对空气品质 这边是属于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但环保团体之一 此案看似有污染减量 但如果计算整个六清四期 不同开发案加起来的排放量 恐怕已经超过原先的环瓶核定量 现在每一个厂加起来的环瓶量 是超过环瓶结论大约两倍 那这个问题不解决 它的减量就是不是真的 环团也不满有变更应该提更严谨的环境差异分析 而非用简易的变更内容对照表 呼吁环瓶委员别放水 每次就是这样数字调来调去 然后你们就都用对照表让它通过 真的会让人家笑说 真的是凌去求婆大放松 我们也有判断有心哪些地方不太适合做 变更内容对照表问题 也提出相关的质疑 好那今天这个我们还是尊重 重计数所提出来的 主席强调委员都严谨审查 而也有环评委员不满 对于疑问 台话只会以教科书内容回应 而且所提的空污减量 数字不清不楚 质疑是在呼隆委员 也不知道在藏什么东西 也有委员认为 此案对于更新管线与设备所带来的风险 台话的评估明显不足 也不深入 女士新闻综合报导